故意穿越我国阵场的执法横行的海警5203舰舰手,导致轻微的擦捧。 这一句话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双方的舰量至少是在半夜就展开了。 清晨的冲突爆发只是结果。 擦撞事件发生在早上六点,按照中方海警理智克制的形势风格, 在此之前,必定已经以实际行动对非方进行了十分耐心的劝导和告诫, 同非方进行了好一阵的缠动。 但好言难劝该死的鬼,到了六点十分,非方听不进去劝解, 开始向仁爱骄发起冲击,这才导致了第一次擦撞事件的发生。 从中国海警发布的视频可以看到, 非方船只故意斜插至我国海警船舰守时, 我国海警船上的主炮擦好对着这艘游艇。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门主炮已经揭开了炮衣, 意味着中方已经展开战备状态,随时可以开过。 近一个月内,中飞南海对着事件屡见不鲜, 上次的黄岩岛烟火浮动屏障事件的性质就已经十分激烈和恶劣, 但非方这次的蓄意挑衅, 恶意碰此刮蹭事件又更上一层楼。 中方去除主炮炮衣,是对非方严厉的警告, 也是一旦情史已经发展到万不得已之时, 中方能第一时间做出应对的万全准备。 任谁也没想到,中方的自为反击姿态已经展开, 非方居然还敢向中方发起第二次冲击, 而且是不在两个小时之际。 8点13分,轮到非海警4409船上阵, 与前面的小游艇碰此我国的海警船不同, 这艘海警船选择了以大欺小欺软怕硬, 它避开了中国海警船的锋芒, 主动撞车撞上了一艘正在处于停车飘泊状态的 球三沙渔船0003船, 这也是一次轻微的擦碰, 但在不到两小时里, 联系出现两次擦转事件, 性质就不是一般严重。 菲律宾恶意碰此, 制造事端,升温现场局势, 难道意在摊牌? 之前的中叶岛对峙是中方的一次主动出击, 海军亲自出声将战线推进非战交道, 这次的揭开炮役, 摆开反击姿态, 既是警告菲律宾, 勿要轻举妄动, 也是迫使菲律宾尽快就此进行谈判, 中方化被动为主动, 标志着中非南海斗争正是迎来转折点, 中方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便一定要将对手打痛打怕, 大戒局马上机会到来, 如果只看中方简短声明, 海南想象现场情形是如何的进行动魄, 惊难先足, 在我们高正无忧的时候, 总是有那么一群人为我们的安宁彻业奋战, 和平来之不易, 我们珍惜和平, 因此更明白维护和平需要付出的代价, 也不惜付出这一代价, 美国不是马克思政府的依靠, 都特尔政府时期对华路线才是菲律宾唯一的出路, 马克思政府要学的还有很多, 大部分人注意都被巴以冲突吸引的时候, 一场激烈的驱逐战在黄岩岛附近爆发, 中方连发15道警告, 以维护自主权,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司令部发表了一份声明, 声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已经制定了一项计划, 将动用武装力量强行夺取黄岩岛, 菲律宾声称在黄岩岛附入口发现了浮动拦阻障碍, 长达300米, 自己的渔民没办法在这里打鱼了,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切断了中方设置的浮动屏障, 扫清了船只进入仙湖的障碍, 这就方便了菲律宾船只在黄岩岛附近进行更多行动, 菲律宾农业机构还出动了一架小型飞机, 在接近我方海警船的位置上飞过, 这时赤裸裸对我国主权进行挑衅和示威, 不仅如此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购物船, 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之下, 也非法进入了中国黄岩岛附近的海域, 准备给停靠在仁爱礁的破船送部机, 当时四艘中国海警船在附近海域巡逻, 中国海警先是依法喊话警告航路管制, 喊话之后还不听劝,直接水泡驱离, 最后迫使飞风船只远离了浅潭, 其实驱离的不只是水产资源局公务船, 这条公务船后面还有浩浩商商跟着包括渔船在内的50艘船, 菲律宾这么行尸动众, 不排除是想搞出什么大的事情, 在中方海警船对菲律宾的公务船进行拦截的途中, 双方一度发生激烈的对抗, 按照媒体说法, 菲律宾的公务船要想突破中方海警船的拦截, 一路静止撞向中方海警船, 一位双方的吨位悬殊非常大, 菲律宾的公务船在最后时刻停止对中方海警船的撞击, 只能调转方向继续寻求突破, 但是根本无法突破中方海警船的拦截, 驱逐站刚结束没几天, 非一艘炮箭10日就清闯了荒野岛, 遭到驱离, 美国也来凑热闹, 摆出一副替菲律宾撑腰的架势, 对中国喊话说不许使用无力, 五角大楼助理副防长福特工人给菲律宾壮胆, 他把菲律宾在南海的一系列挑衅行为, 形容是捍卫主权的大胆动作, 指责中国违反国际法, 并暗示在南海地区, 菲律宾有事就是美国有事, 美方的目的就是想借机会进一步拉拢菲律宾, 搅乱南海局势, 目前看菲律宾狠吃这一套, 不然也不会频繁的在黄岩岛这边挑事, 菲律宾在仁爱交锋涉猎之后, 仍然拒绝退场, 马克思的目的也已经不言而喻, 他就是想通过夺取中国黄岩岛来实现自己的终极目标, 菲律宾认为自己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回应, 解放军直接在南海划下了新的落单区, 种种迹象都显示, 中国和菲律宾围绕着黄岩岛的交锋可能会越来越激烈, 中飞今年在南海已经发生了多次小规模对抗, 仁爱交更是两国冲突的焦点, 日本、加拿大、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以及美国和菲律宾都在积极准备所谓的南海联合军事演习, 要向中国发出军事威慑, 我方在南海问题之上不存在妥协的余地, 如果菲律宾要越过顶线再次挑战中国, 我方必然会发起本机, 南海问题也确实得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危机时刻, 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虽然已经协认, 但大嘴巴的毛病却一直都没怎么改, 虽然已经远离权力中心, 但杜特尔特却并未就此淡出舆论, 反而时常通过媒体渠道发表意见, 对政坛施加间接的影响力, 这种做法有时候会出其不意有效果, 但有时候也会弄巧缠着, 而老杜现在面临的情况是后者, 因为一具脱口而出的死亡威胁, 他成为了菲律宾众议院集体批评的对象, 说到这里, 我们就有必要介绍一下前因后果, 其实过程也不复杂, 就是老杜的女儿, 菲律宾的副总统沙拉, 因为涉嫌挪用机密资金, 成为了众议院反对派马卡巴扬集团, 近段时间的攻击对象, 而执政党则是冷眼旁观, 在这种局面下, 老杜果断出面为女儿辩护, 都用自己的影响力帮沙拉几位,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 老杜要是点到为止, 帮着解释机密资金的具体去向, 可能还不会掀起这么大的波澜, 最多也就是双方在舆论上展开拉锯战, 最后靠知识律说话, 然而老杜说着说着, 突然就把矛头对转了整个众议院, 说这是菲律宾最腐败的机构, 此外老杜还说, 如果是自己来用这些机密资金, 会把马卡巴扬集团当成是主要目标, 杀死这些人, 老杜还专门点名了里面一个叫弗朗斯的众议院,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弗朗斯此前曾经推动了对沙拉的弹劾案, 但他跟沙拉之间的梁子就已经解散, 两人在公开场合的辩论往往充满着火药味, 而就是这句威胁让老杜摊上了大事, 也把菲律宾众议院得罪了个遍, 虽然里面的政党时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一体炒得不可开交, 但是在谴责杜特尔特这件事上, 立场却出其一致, 很快菲律宾众议院就起草了一份声明, 批评杜特尔特的言论不负责任, 要求老杜别再通过媒体去干涉众议院的事务, 参与联署的还包括杜特尔特自己的政党, 此外马卡巴扬集团也抓出机会, 准备向老杜发起诉讼, 因为他现在已经不再是总统, 不再享有豁免权, 一旦闹上法庭, 老杜的处境就会变得很是被动, 到时候非但没法帮沙拉解围, 自己也可能被卷进去, 当然这些人起诉老杜也不是为了讨公道, 也有这其他的政治目的, 如果让舆论倒向自己这一边, 打击杜特尔特家族的支持率, 马卡巴扬集团就能够在政治上拿到更多筹码, 当然杜特尔特的言论以往争论, 对于菲律宾舆论而言可能已经是习以为常, 但过去他是强势总统, 这种身份使得从民间到政坛, 对他的一些出格言论都有一定的耐受力, 也是老杜政治人设的卖点之一, 而且那个时候老杜的言论就是再出格, 无论是在参议院还是政院, 都还是有不少盟友主动出来辩护的, 官方的官方 官方的官方